今天是2019年7月26号星期五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要闻值得关注 未来三天 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地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 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商务部消息 第12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将于7月30号至31号在上海举行 国务院新闻办25号发表 平等、参与、共享 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发出通知 8月1号起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福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教育部明确 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体书店 没有的应尽快补件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努尔白克利受贿案 25号一审开庭 努尔白克利被指受贿7910万余元 当庭认罪毁罪 双区线1号运载火箭25号成功发射 这是五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首次入轨发射成功 并实现一箭双星 外交部驻港公署 回击美反华议员卢比奥涉港谬论表示 信口雌黄一派呼言 外交部回应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以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 韩林社报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25号表示 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 发射两枚疑似新型导弹的近程飞行器 社会外向民生热点 截至25号18点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灾害 已造成15人遇难 仍有30人失联 2019年全国征兵工作8月1号起全面展开 是07年可登陆全国征兵网报名 山西文水县人民医院患者病危 医生忙着合影不救人引发关注 当地通报 新内科主任等三人被撤职 多人被处分 人社部消息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 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 因在高速路上要求下车被拒 江苏保应男子吕某强行 拔取行驶中的客车钥匙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4年 四川旺仓县磨研发达煤业公司 越界采煤致人死亡 矿长何某某等三名负责人隐瞒事故 伪造事故现场 被移送司法机关 青岛市北区洪黄兰幼儿园一外教 涉嫌猥蜉女童 检方已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涉事教师 河北市家庄刘先生遭遇车祸去世 家人决定捐出他的全部可用器官 将挽救三个人的生命 让两人获得光明 云南玉西一女童 头部卡在防盗栏中呼吸困难 一名府警冒雨踩着梯子 托举女童近30分钟 直到消防员将女孩救出 江西九宝镇发生洪涝 一残疾人被困屋内 退伍军人刘志灿想尽办法救人 中阴体力不支被洪水吞没 在生命最后一刻 他仍保持救人姿势 这些政策与你有关 河北印发意见 明确政府投资的建筑物 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 不得拆除 甘肃制定方案 将对行政执法的启动 调查取证 审核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 山东印发意见 今年起各式新建学校应配件食堂 黑龙江出台政策 各级各类公立医院 要在网上公开专家姓名 出诊时间等信息 最后来看天气情况 今日天气 东北地区东部和中部 黄淮南部 江淮东部 云南中西部 华南南部沿海 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中道大雨 局地有暴雨 平庸还是出众 往往源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想要舒适安逸 我们总会有无数理由 说服自己安于现状 想要变得更好 我们同样也会想出无数办法 应对暂时的困难 关键的 不过是你愿不愿意做出改变 早安